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五市准机的时间 港股今天跌过四百多点 大家怕着美国提速加息 究竟这个疑虑会延续多久 对港股有多大影响 立即请Arnold出来分析 有谭智乐 HelloArnold 你好 麦榮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半月成交有八百八十五亿左右 说真的 加息这个疑虑一直都在说 不过现在直接有官员说 可能是2022年年底 早过之前大家打算是2023年 你又觉得意不意外呢 Arnold 加上A股向下拖着我们 怎样判断后市呢 其实令到市场又不是十分意外 但它的言论令到市场对通胀的预期 是再进一步降温 这个情况导致到在金融市场上面 以往可能如果只突然间 说鷹派了提早收税提早加息的话 旧经济股跌下来 然后新经济股升上去 是会有这样的机会 但现在的言论上 只不过是将通胀预期降低了 但是长远来说 始终会收税 令到导致到 无论是新经济股也好 旧经济股也好 整体而言都有一个受压的情况 在这个状况 导致到今天的指数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跌幅 汇丰或者一些 新经济股科目 古龙头ATMX上面 它们都是拖低回市 而这些也是重磅股 导致市况比较差 但是恒指上也要留意 自从联储局议息会议后 指数也由低位低开了之后 反弹了不少 今天跌下来 唯一要害怕的是 它将周四和周五的升幅 蒸发了很大部分 汇调比0.618 所以短期来说 不需要担心市场向下跌很多 但是短期来说 能否守到28,300 即上周四的低位 相对比较关键 如果恒指跌穿 保力交通道底部 可能代表着什么 整个横行区间会扩阔 但是整体形成长方形格局 27,500至29,500 我相信都会在长方形框框上 所以短期间可能有调整风险 大家可以留意 看指数是否守得住 28,300 守得住 其实又不需要太惊愚 好 即是要观望着 以及在保力交通道的范围 如果是这样 正正是你说到 跌得多的股房怎么处理 特别是汇空 而且你说受到加息的问题 也可能会影响它 但坦白说 看债息的走向 对它的息差方面有否受惠 但另一点 大家比较关注 就是它买法国的零售银行 估计税前的亏损有23亿美金 今天跌回到4% 半天来说 跌回到最大蓝筹的距离 如果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年代它和雄生 今天跌回到接近3% 至于其他金融股 都个别有沽压 匯控这样卖业务 坦白说之前 欧洲业务比较差 这次来说 是否录得一次性的亏相 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又不会是一件好事 但也不会因为今天跌4% 我觉得是一件很坏的事 今天其实你看到银行股 都是全线下跌 主要的原因就是 美国的10年期债息 跌幅比想像中多 没有人会想到 它落到1.4厘左右 但是问题就是 债息是否有一个向下趋势 不是的 现阶段的问题 只不过就是联储局短线 有机会收水 有机会停卖债计划 而与此同时 虽然是提早价息 但是整个加息步法 没有加快 只不过是早和慢的影响 这个导致到长短期的息差 短线有个变化 令到这些银行的淨利息收入 可能不会短期 只从太过乐观 短线有个变化 但是长远来说 其实银行股仍然是利好的 我只觉得 只要市场仍然是大一个加息周期 美国的10年期债息 迟早都会升上去 所以去到这些位置 银行股会建议搜 继续搜下去 至于出售法国 或者欧洲的银行业务上面 市场亦预料 汇丰会不断出售一些非核心业务上面 短期的焦点 是放在亚太区市场上面 所以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相反地 汇虹如果收得着45元这些位置 有机会初步见底 所以短线来说 我觉得落到这些moment 又是看回美国10年期债息 落到1.44厘左右这些位置 都是预复了继续搜下去 但选择去买的话 不妨等到债息 看到跌势开始存定的时候 首先开始想做一些马亚煲柱 整体而言 如果你是银行股 用来中长线持有的话 我觉得始终可以对抗到通胀 和长远来说 未必会跑输大师很多 好啊 即是说都可以值得手 其他科技股的理论上 你又觉得是怎样的情况 因为过往债息上 他们就有轮沽压 今一转就叫腾讯 今天跌得多些 跌回2% 接京东小米回吐2%至3 个别都有些因素 京东这些又说618销售额 创高位 岸年升幅2.7% 小米方面 天马说京东 在618销售和节 都是手机品牌的销量冠军 今天似乎对股价都没什么帮助 整批理论上 你都说受美国的因素影响 短线他们是否要挨沽呢 短线来说 其实整个弱势由2月份开始到这一刻 都没有太大改变 如果你说这些ATMX 相关股份上 可以留意第一方面 基本因素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现在基本因素上 最大的影响 就不是美国十年期债息 相反担心内地的反垄断 相关政策在 其实618这段时间 内地亦有很多不同的渠道消息 可能要监管 或者618那些销售数据出来之后 会做个赛后检讨等等 担心会有更多的反垄断风险 这是最大的风险因素 第二方面就是 未来到中期业绩 这些科技股 虽然预料中期业绩不会太过差 但是会不会见到 有任何盈利增长放缓势头 这个都很大机会被市场发达来说 因为最主要的问题 都是说他们常年 升了很多上利 去到中期业绩 这些位置 还能否支持股值水平 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因素 这些市场要留意 就是杀股值这个因素未远 就是因为刚刚之前说美国那样 虽然十年期债息跌下去 但是这个纯粹是因为 通胀预期在降温 但实际上美国联储局 是偏应 未来是会收水 踏入一个加息周期 所以这些科技股 其实你看看美股纳指 虽然没有跌那么多 但其实走势都不见不到 有任何受惠情况 在那些资金没有流到科技股上面 所以短线来说科技股 我会建议先看定些 只要你减持到一个适当比例 你有条件继续捱下去 中长线来说 我们不敢说一定不行 但短线来说就安全为妙 我们会建议轻仓上阵 好 也说也不要太过进取 今天腾商也要回到2% 好继续谈论其他汽车股 因为看到内地那边 就算中气协也预计 接下来内地汽车销量 可能今年增幅由6.5% 比之前要7.4%大了 另一方面 长期也有传 会买戴姆勒 旗下巴西一间车厂 今天升幅6% 叫做跑赢不少汽车股 还破了一个月高位 25.1% 中气协这一番预计 特别是今年新能源车的销量 都会飙升到4.6% 你又觉得有没有惊喜呢 如果选择汽车股又选哪一款呢 如果选择汽车股 一定是建议集中 以长城汽车吉利和比亚迪里 三种位置 始终对于一些汽车生产商来说 它们最大的量点 或者未来股价上升的催化剂 主要是来自一些纯电动车 不仅是新能源汽车 是纯电动车 而它们三间旗下的纯电动车 市场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勁 所以看到由5月中开始 到这一刻过去这一个月 论升起上来的时候 吉利、长城和比亚迪 升幅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如果短线想去追落后 可能选择东风 或者说广气这些 风险未免实在太高 我们就不太过建议 因为现在虽然电动车的冲勁很大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政策 虽然中气协对于未来来说 新能源汽车 特别是纯电动车 电动车的销售 看法非常乐观 但也要留意内地的补贴政策 其实是有下波的趋势 未来预料可能不需要那么多补贴 去搞新能源汽车 都会有得它们有个很强劲的增长 排除有这些想法 对销售当然无影响 但对公司估值来说 可能就又会形成一个杀估值的誘因 而且过了这个月后 去到七八月份 开始公布中期业绩 可能有些部分提早盈起的情况下 市场又担心 可能就算发盈起 可能会见到个毛利率跌 或者可能一些原材料成本格格升 它们转嫌不到出去 就算赚多了钱 市场都不败 担心有个见顶回落的趋势 这些风险都要值得留意 所以觉得 你刚刚提及三只汽车股 升了很多 这些说明我就不太过建议追 但是有货的 你定好一个指站位 不断推高的指站位 继续向上望 暂时都OK的 但是我想始终现在 快到六月尾 去到七月头 又公布销售数据 未来的销售数据 能不能继续上一个月的势头 看到慢慢按月 有个改善的势头 这个是关键的 但如果你看回六月份 公布的五月份销售数据 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好 所以车股 我觉得不要再在这些位置追 但是有货的 都是尽量以一个 后高减持的心态 我觉得会尽量避开中期业绩 但始终还有一段时间 短线是可以抓到真的 好啊 暂时持有住 多一会儿 如果有钱赚人投资者 就继续 还要看其他板块 就有些钢铁股 刚才看到安钢又可以发到营起 估计中期营利增加到8.6倍 现在我们首辉基建的REIT 又上市 都表现好的 带动钢铁A股也有进长 想为安钢怎样看法 A股也升停板 是 其实如果你是论业绩 或论公司的股值上 都还是很吸引的 但当营起出卖来的时候 短线反而我会担心 就没有太多炒作空间 所以我不会建议 就出完营起选择 马上去追 或者你如果要去追 或者采取一个分铸吸纳的策略 我想钢股其实随着内地 控制了铁矿石价格之后 短线的走势 有机会初步在这些水平存定 但由于营起又出马力 短线反而担心 没有太多水位在 所以炒作空间 我会建议安钢入银 突破5元 在5.2、5.3这些位置 但如果有货继续持住 但去买的可能分两柱 这些位置一柱 四个半再一柱 这样去吸纳 会相对比较安全 其他的钢铁股 有没有机会陆续返营起 整批钢铁股 之前一来不上落 其他两柱的吸引力 又是否在 其实另外两柱 例如马钢、重庆钢铁股 值更加便宜 亦预料业绩上 有个不错的表现 在营起很大机会 但选择去追 留意帮安钢发营起的时候 市场很多人都会想 这两柱也有很大机会发营起 所以这些卖共跌股 其实我觉得直博率 不算是太吸引 你反而讨计一些铜铁 未发营起的 现在开始吸纳 直博率会相对比较好 多谢安奴给了这么多提示 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收看 来到下午的开始速报了 看到港股半天曾跌过435点 暂时低位落到28365点的位置 看到10天和50天线都实受了 看到恒指最新跌超过1%跌379点 到28415点 望华科指数的表现 要跌幅同样是1%过外 跌111点到7930点 国企指数方面 就是望卖了 看到要跌超过1%跌107点 到10538点 数到会议港股的表现 看到排头位的腾讯跌幅超过2% 到588.5% 隔离汽车升幅超过4% 到25.15 至于药明生物方面 创造新高 五高盛就升了 目标价2成 最新看到157.9% 为此买入平级不变 见到股价都升到4.5% 做138.1% 至于小米就要跌超过2% 报28.1毫半 盈富基金就要跌3毫6 报28.8 接下来看看两只金融股 见到汇丰控股 就是要涉量法国零售银行业务 加上10年期美债息 就见了3个半月的低位 两只金融股都要受压 汇丰要跌超过4%跌2元 报45.2 渣打就要同样跌超过2% 跌1个4毫半 报50个4毫子 接下来看看安港 就发了营起 妙料中期纯利 按年有得升到8.6倍 见到股价半日最多都升过去1成1过矮 见到最新的升势就回信 暂时就正在挨近半成 升2号3部4.8毫半 看看电讯股 五中电讯计划调高今年排息比率去到6成 本日来说最多都升过去8.5% 暂时高位就上去2个5毫3 最新都继续在日中高位附近 最新是在做2个5号2 升1号9 看来星期三会公布业绩的波斯登 已经是连升了3天 本日来说再创新高 最新是在做4个8毫3 先聊到这里 大家好 来到下午智虎360 身边有Daniel 苏沛峰 一起看下午开视频 Daniel 你好 先跟上下指数最新的情况 提到早上跟外围要回吐 最多跌435点 下午打后跌幅 继续跌近400点 最新跌382点 做28,419点 成价去到909亿多 看看期指的情况 至于期指跌409点 下月跌409点 成交数61,000多张 Daniel和我们分析一下大市最新的情况 外围很担心 美国会否提早加息 因为有些比较鹰派的官员 就突然说2022年 都有可能要做第一次加息 看到整个市场都震荡 上个星期道指跌 今天就让亚太区股市有个大幅回徒 恒指最新的情况 算不算有点令人忧虑 因为没有什么股份 特别支撑到市 无论是金融股 还是一些新经济股 同样的跌幅都是这么急的 你怎样分析 我看联储局 其实上周的议息结果都给了大家主流意见 是怎样 局内官员的主流意见 都是2023年会加息的机会比较大 所以个别官员说2022年就会加 这个应该市场不会太担心 只不过市场仍要时间消化加息的预期 或者叫做收水的预期 因为联储局应该会首先减少买债 作为第一步的收水 之后才再逐步去加息 应该恒指暂时没有什么力向上 特别是金融股 虽然加息可能离好他们长期的银行的正息差 但反而近期趋势就是短息向上 但长年期的息反而是跌的 令到正息差反而有些收窄的忧虑 银行股表较弱 但另一方面新经济股 其实近期有些逐步改善的情况 我相信都对支撑大事会有帮助 短期恒指去上周低位28,200 应该会有初步支持 但向上反弹就暂时忽力了 应该50天线会顶住 好 留意着 28,200 上星期的位置 需不需要再试 或者需不需要试上次的脚 市房气氛一般 我们跟进一下个别的版块 美国十年期债息 今天曾经再跌穿了1.4厘 最低见过1.354厘 大约3个多月最低 看到金融股今日都应声下挫 当然汇控都有自己的消息 汇控还打算买法国的零售银行 那里都要蚀20亿美金 蚀20亿美金 另外渣打见过3个多月的低位 另外恒申就要试条100天线 跟我们讲一讲金融股 将来会面对的困境 如果现在普遍都说 担心债息会向上升 担心加息周期会来的话 那金融股会怎样受影响 理论上就会比较利好金融股 因为加息的话 正息差或者保险股 他们的投资收益在债券方面 应该长期都会有些帮助 但是正如刚才说 短期看到资息曲线有些趋向平坦 长债债息有些回落 反而令到银行股有些售额 特别一些国际银行股 如果说中资银行股 近期看到美金反弹 人民币有些贬值 亦都是有些不利的气氛 反而当中我觉得 保险股 国际保险股有邦 前景会好些 他们不是看着正式差 反而看到亚太区 这边的经济复苏 的动力还是比较好些 疫情之后 还有保险渗透率还是偏向低一点 很多增长的机会 所以如果说趁金融股回调的话 有关应该是比较好的吸纳选择 好 留意 今天跌得比较多 都是汇丰 汇丰自己个别就有消息 今天星期焦点摆在鲍威尔 星期二会出席众议院的听证会 市场官网会为加息提供多些指引 星期五就有一个PCE 客森PCE就是联储局非常体重 作为一个主要通胀指标 这个星期 其实Dockplot点赠图都说得很清楚 大部份虽说上调了加息部分预测 不过快速都要到2023年 这个星期如果爆了 要出来解一解话 市场对于加息的恐慌震荡 可不可以平息 又未至于平息 不过看他的说话 应该不会跟上星期的议息结果 或者他当时在记者会的言论 有很大的出入 应该都大致符合那个路线 所以我又不会很担心 他令到市场有很大的震荡 反而进一步展述联储局现在的方向 但可能都是要看数据做人 所以应该未必给到很多新的资讯 给市场 但整个星期应该市场都是观望着 利率方面的展望 包括通账数据 或者其他联储局官员的言论 就不单止爆威夷 好 看看外围官员说话 市场会不会继续回调 特别是美股 需要不需要继续跌 谈谈基本面 汇控说打算买法国零收银行 大魔说出售会产生岁前亏损23亿美元 略为高于市场的预期 预计集团聚集团聚亚洲地区的增长领域 评级比与大市同步 目标价46元 现在法国占汇控整体贷款2% 要调整和重整业务大家都知道 只不过大家好像没有估计 重整业务的成本 原来比想像之中贵 汇丰控股本身都是慢慢复苏 慢慢增加派息 还有慢慢的撥秘 没有原先预计那么多 现在是否又出现了变数 所以今天才跌4%下来呢 第一都是外围的金融股 都是跌得多些银行股 看到隔晚美股都是金融股另跌的 汇控都是跟着这样的步伐 另外这个税前亏损症 有些分析员都说比预期稍为大些 虽然当中很多是非现金的项目 但始终对业绩 可能对派息都可能会有些不利影响 所以气氛上就有些不利 但应该又不会很意外 因为这样的策略聚焦 在亚太区这边的增长 汇控之前都已经有讲到 即是淡出一些非核心 或者盈利比例一般的业务 所以出售法国银行 本身这个举动又不会令市场意外 长期将资源集中在高增长的 艾太区 其实市场都会收落 但是会不会担心 接下来的撥备有再上升的趋势 所以今天才会急跌 怎么看丁佳市 汇控已经重复十番增长的正轨 跌的时候就先入市时机 我相信要跌得多些才吸引 我相信因为估值向上重股的动力 就由去年第四季开始 30元以下 一直都升到50元以上 其实重股的幅度都很大 反而今天就看到走势有点利淡 有点像倒营顶走势 烈口开下来 就变了一个多月的情况 就好像倒营顶 所以未那么快跌完 有机会补一补 之前一个下跌烈口区 大约43至44的区间 潜在地幅未必很大 但是就不需要太快出手撩底 好 那我们看看大行怎么看 汇控多数就拍在渣打一起说 两只都叫做 是不断复甦的金融股 摩通就说 傾向 摩通就预料他们有能力 派回中期识 当然 今年以来他就说汇控跑完渣打 因为憧憬派息 和联助局加息 但是摩通他就喜欢渣打 多于汇控的 因为看他风险回报 正式差 和存款贷款的增长 他说都是较为理想的 有没有说这两只股份 大家都在冲敬 会派息的了 喜欢渣打多点 还是喜欢汇控多点 中线我就觉得渣打的增长 可能会好些 即是新型市场的 短线就会比较多些波动 因为特别是美金反弹 特别是 所以对于新型市场业务为主 渣打 短期的气氛 固值会有点压力 但是始终渣打 一直都是最少新型市场业务 未来的增长的潜力 应该比汇控要高些 反而汇控 还在调整策略 即逐步淡出欧洲 或者整体的成熟市场 将焦点放回亚太区 但是都需要时间才能推动到增长 好 我们有没有说 看下渣打最新的走势图 渣打同样都是一只等待复苏的股份 今天其实股价都是同样向下穿底 而且它的走势似乎有差距回控 回控就未正式跌穿 渣打今天就裂口跌穿 看它的位置要回到二月的低位 如果渣打想部署 是不是都要先看好一点 等再低一点 是也是的 主要都是短期 避免新市场受到美金反弹的因素影响 所以可以看低一点 大概都是去到二月初的上升裂口 48个多 甚至去到250天线 大概46个半左右 应该会好一点的支持 但又说一下 这一类的金融股、银行股 买入现在是不是就是部署长渣 和长久派分析 和炒入经济复苏的角度 其实应该就叫做长线部署 稍为长线 即是捕捉将来的经济复苏的周期 不算是一个十分之长线 握超过一个经济周期的一些投资 因为银行股始终都是很周期性的行业 如果再下一个经济衰退来临 当然银行股又会有另一阵的风险 但未来还是一个经济复苏的初至中期 这个时候银行股应该还会有些上升空间 但是就是刚才说的一个因素 就是股值向上重股最明显的那一阵 就是上年第四季开始已经走很大段 所以接下来也是派息 也是挺重要的 不要期望股价很多的升幅 好,那看看究竟有没有能力 派回中期息 另一只今天跌得比较厉 而且向下又是试底的 就是邮邦 1299 看到其实100元大关阻力就是非常大 今天又跌下去92.25 它的低位大概都要试回之前的底 就是三月的低位 其实就有一些穿一穿 其实就叫做三底支持都穿了 有邦前景其实很多大行都看好 最主要都是说内地那方面的增长 而且在不同的省市有邦越来越滲透率 是进一步提高 不过暂时看那个股价 爆发力就暂时未出到来 究竟是不是买入邦 看好这些因素还要等呢 我看就反而可以早些 有吸纳邦 如果比起一些银行股 因为他们我觉得风险会相对少些 面对说正式差短线 会不会收窄这样的风险 或者是在一些坏帐方面 撥避还会有些不明朗的因素 这些 有邦就会少些不明朗的因素去拖累股价 反而现在就下跌至近几个月 甚至年初以来的横行区的底部 92元支持 应该是可以出先吸纳的股份 还有它长期的增长应该比银行股 是可以维持得长时间一点 有邦的基本面 实际上没有价值的增长 你看算不算是保险股当中手算 起码比内险做得好一点 股价我看如果短至中线 有邦会稳健一点 因为内险如果说很短期 面对人民币有些回调压力 还有内险方面 暂时也看不到A股有很强的表现 气氛上就不会因为 憧憬投资收益增长 去带动股价 反而邦邦就相对硬正 好,留意邦邦 今天都是向下探底 见两三个月低位 其他向下穿低 还有渣打和汇控都是 金氧股继续板块拖低市 汇控继续跌超过4% 稍后回来看看其他焦点 回来节目时间 跟上下指数最新的变动 看到下午打后 恒新指数最新正式跌穿上午低位 看到一度跌450点 低位到28351点 即是再度转差 内地继续走势分化 深圳方面的指数做得好一点 深圳最新升24点 上阵就要跌5点 看看十大招合约股份下午打后表现 腾讯又再跌多了 跌3% 吉利若明受得住 分别都升半成 小米跌2.6% 盈富基金跌4毫4指 比较的股份最新就靠穩 升0.5% 美团跌1% 平保跌2% 阿里巴巴跌1% 思美国际回涂超过7% 蓝筹股方面 汇丰控股要跌4% 跌市远空 有帮保险跌幅3% 中移动继续保持3%的进状 港欧所跌多了跌接近2% 煤气也跌多了跌近2.6% 现在内地今天的金融股都做得慢慢 除了银行之外 保险都要跌 普遍都是担心要继续让利 问一下Daniel 家庭观众都持有不少耐银 陈先生说6.6% 买了建行 究竟应不应该交货 怎样看整体耐银板块的前景 前景就相对平稳一点 因为内银一向的盈利都很稳定 就算上年有疫情因素影响 但是盈利都相当稳定 比起大部分行业 接下来经济复苏 但是他们的盈利反弹 应该也不会很强劲 所以买卖内银部署 都是提醒股息究竟是否吸引 建行现在都有6厘多股息 还是相对吸引的水平 但是其实股价也是从去年底开始反弹了不少 例如高低位计 去到这些水平 我相信6元会是比较强一点的支持 6元大约都是在250天线所在 但是看看你持有重不重货 如果持有比较少一点 你再在6元边买多一点 也可以 但是如果持有不少 就不需要特意说 因为股价跌了就去再交货 因为始终内银的长期增长都不是那么强 主要都是买来收息 好 留意建行现在的息率 都有6厘3的 相对叫平稳 暂时的走势还未说转差得很紧要 留意深圳部分银行已经下调了存款利率 两年定存的息率 只剩下2厘6的 都看一看整体内银股的情况 建行要跌1% 农行、中行、招行都要跌超过1% 公行是偏远格局 好 我们再回答一下家庭观众投资欄 我们有家庭观众 何生说70元买了平保 是否安全呢 看到平保80元站不穩之后 今天低位是75.7 这是超过一年低 内险来说跌得特别深 可能市场都担心其他撥秘的问题 究竟70元买现在还有没有缓冲的空间 是否趁现在要走人呢 下到这些位置是不需要走的 无论几千买 我觉得他们的回调幅度都很大 现在的估值也不算特别贵 只不过一来内险 今年以来就不算有什么取化剂 利好的因素 另外平保也是因为它比较多些的 互联网金融这些科技类的投资 今年以来都是这一类的投资 会多些杀股值的压力 令到它的股价回调压力大些 但是平保过去的营运能力 都是给市场信心的 还有科网为首的新经济股 近期都开始有些喘定 相信对平保的股价再向下的压力就不大 其实都可以安心持住 卖入价亦是相对偏低 亦都可以安心持住 好了 就可以持住先 看看会否近日就叫做尋到底 看看其他内险股的情况 其他内险都做得一样的 除了平保跌2% 新华保险、泰保分别跌2%至3% 人秀和泰平都要回吐1% 内地很多分析文章条件都说 为什么不喜欢平保 以及不喜欢内险 已经连沽了很多日 就是看它首五个月的保费收入的增长 都是非常挨制 要等到下半年才是真正股值收服的期间 是否等保费有增长 都是要等到下半年 整体板块不要抵抵 我想下半年的增长可能会快一点 不过又不会很明显的改善 上半年来说 其实上年上半年都受疫情影响 就是多多少少 基数已经有点低了 可能市场就觉得 低基数都帮不了今年的增长 有点失望 下半年可能那个保费增长都相对稳定些 如果看回动力 可能就其中一个来自 或者股市会不会的气氛是会好一些 近期见到港股或者A股 表现都是相对有点呆滞 就算A股曾经都有些突破 但是又维持不了 如果之后见到股市气氛是有些改善 应该对内险股的股值重股是有大一点的动力 好 那我们留意着内险股 整体都还要继续跌 回答家庭观众黄小姐问题 黄小姐说27元买了吉利 好不好止蚀呢 有没有机会回家乡 今天反而车股向上爆发 中气协估计 未来每年新能源车的销量增长 可以到四成以上 中气协在这些警方之下 再上调了 未来汽车的销售 整体大环境 担心成本贵 又担心不够晶片 不过似乎行业一直做得挺好 始终政策扶持 尤其是电动车、新能源车 Daniel觉得 吉利 27元是否回家乡至日可待 可以先握住 因为上周五加上今天 都有些向上突破的迹象 看到四月份的高位都升穿了 似乎都变回一浪高于一浪的走势 扭转了头五个月的一浪低于一浪的劣势 如果看新能源汽车方面 近期的气氛都比较强些 比亚迪的股价都看到 反车幅度很强 吉利这方面 也算是新能源车的概念 是比较强的一间 所以股价还有条件升多些 去到27元附近 我觉得也是一个短期的目标 如果再升多些 30元应该更加大的阻力 如果短至中期去到30元 就可以考虑食股 好 留意吉利 现在走势终于有改善 成交有配合 不妨駕多一会 看看车股下午打厚 能否保持上午升幅 比较迪几乎升幅 吉利汽车反而能保持升半成 东风有卖资产消息 要跌百分之二 Daniel是否整体车股都回省 还是炒作 摆起之前跌得比较深的长期吉利 吉利会好跌 我觉得本来新能源汽车的板块会好些 但见到比亚迪都涨得很多 可能资金就开始留意一些 落后一些 或者估值低一些的股份 但如果说一美贪便宜 又未必是好的选择 例如东风 过往估值一直都会低 但要有些实质一点的趋劃势 才可以帮估值重股 但应该市场都会聚焦 在销售数据方面 我想基本面 吉利会比较稳健 其次就是长期 好 我们看着吉利和长期 分别都升到超过4% 好 我们再听一下家庭观众电话 又是陈小姐 陈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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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2331 我分两次进入 平均价是62.25元 我见他升得很英俊 我没见过这么聰明 我想问一下 现在我先吃虎 还是设定目标价比较软 明白 究竟现在国潮 即是内地人很喜欢买国货 材这 trending 水平 究竟应不应该继续持持续 还是有 可以先持持持 是很难舒服 因为非常之强势 虽然是不便宜这样 但是强势的话 可以策略上去审讁止�ulo mini 看到走势 三月初的低位40元以来 上升軌 可以� decline 以上上升軌 做止監 大概就可以升成75元 现在的升軌 所以走势不能跌穿升軌 繼續放置腰等待它們再升 但見到之後一旦穿了升軌 就可以考慮減持食物 好 留意著上升通道底部位置 今日還有匯政再上調了它的目標價 我們看看體育用品整體的情況 普遍有些大漲小回 其他特步安踏361度分別都要掉頭 不過李寧大恐暢好 升到300% 中國動向就要跌3% 好 我們繼續看家庭觀眾 我們有位梁先生在那裏 梁先生 Hello 朗麥茲茲 你好 是 想問甚麼 我想問2158 112度 是 有沒有貨在手 我48元賣的 看看有沒有空間有多少 好 其實都叫做向家鄉的目標 那裏似是進發著 但是拿到回家鄉 應不應該走人呢 現在比起初上市的時候 股價都走樣了很多 是 可以拿久一點 見到走勢 之前又似是做了一個小箱底 35元附近 見到捉了底 雖然上市來的股價仍是弱點 但現在似乎向上突破了小箱底頸線 上星期五就初步突破了 頸線大概46.5元 現在剛剛升上了這些水平 看看能否站得穩頸線46.5元 如果站得穩 其實有條件去到大概55-56元 但如果見到它真的有站不穩 變了一個架向上突破 又再變回弱勢 看看你有沒有其他換馬的對象 其實都可以考慮先走了 如果真的不能夠向上突破 因為半生股的話 如果繼續維持弱勢 可能都需要長時間少少才可以改善 好 回家鄉機會大 但有沒有多點的利潤就難說 我們看看沙相關股今日的情況 沙相關股今日普遍有回途 現在跌了3% 對巴做得好一點 升到超過1% 問Daniel 這個板塊資金不太眷顧 最近看到雖然內地熱炒軟件股 不過H股經常得借中國軟件國際有得跟 是否這個板塊暫時還未在時候暴雪 我看過氣氛就開始改善了 暫時就比較個別一點 正如你所說 但是整個行業之前的股值 被殺股值的壓力都是整個新經濟股的問題 不是特別SARS的自己的負面因素 但是現在焦點逐漸去回新經濟 或者增長股升上去到下半年 即他們的股值 應該反而是有逐步改善的動力 所以如果說中線一些的部署 現在逐步開始吸納也是可以 好 那我們回答家庭屋做許先生問題 許先生說24元買了中國燃氣 怎樣部署、上網和指示怎樣擺 因為中國燃氣之前 在十年市就有個爆炸的事件 市場擔心引來監管 接下來的性自然氣管道和安全問題 但是24元就低罵了 這些位置可不可以轉身快點吃虎 可以持久一點 如果趁低罵了 起碼等它回到前浪底 5月中的浪底 大概是26元至27元的區間 才是食虎 如果只是薄短期反彈的話 如果你可以持續中長線 我覺得可以再看高一點 雖然還是有些不明朗 究竟監管方面會對它有什麼罰款等等 但是中長線的增長實在不錯 謝謝Daniel和我們分析 市場越跌越多 早上跌近400點開外 稍後再跟大家跟進 來大家日圓場的時間 先跟進大使最新的表現 看見港股下午下跌多了 還要跌超過早上的低位 暫時來說 最多跌過480點的位 大概的點數 低位就落到28,314點的位置 繼續都要受制在10天和50天線下 看到最新繼續都是日中低位附近 要跌471點 報28,329點的 總成家方面有1,015億多 看上去科技指數的表現 看到跌幅都捱近2%的 也跌多了 要跌153點 報7,888點 數碼匯入港股的表現 排隊位的騰訊跌幅超過3% 報584元 隔離汽車也得逆市升超過4% 報25.1 陽明生物創過新高 升幅同樣都可以超過4% 報138.1 刑戶基金要跌超過1% 報28.72 至少位跌幅3% 報27.9毫 第六位的比亞迪 股價要跌過8.230.6 美團方面要跌超過1% 報295.6 屏報要跌超過2%報75.8 阿里巴巴要跌3%報204 千摩爾國際跌幅超過8%報40.2 跟進一下藍籌股的表現 見到匯紅蝕讓法國零售銀行業務 加上10年期美債息見3個半月低位 見到匯紅現在跌幅輕輕收窄了些 但仍然要跌超過3%報45.5毫 至於油邦方面要跌超過3%報92.3毫 不過中移動今天可以逆市升到超過3%報48.8 港交所要跌超過1%報461 武器方面也要跌2%報11.76 跟進下約股表現 見到約明上星期五超過11億的不稅買入 說約明生物 連同匯紅化成和方達控股 今天半日已創新高 約明生物還要是半日表現最好的藍籌股 現在股價升到超過4% 升6.2報138.3 同樣創新高的匡紅化成 就升超過3% 升7.8報203.8 方達控股升超過1%報7.69 至於昨天新值入股兩間醫院 就要增設一些輔助新值的服務 股價今天都有些炒作 最新升幅超過1% 升1.9毫半報20.3毫半 不過阿里健康就要見超過一年低位 最新要跌2.8 跌超過1%報17.04 跟進中資電信股 中電信計劃調高今年的派息比率去到六成 見到三大的中資電信股 今天都有些支持 當中以中電信的表現最為突出 五顧價升幅超過8% 升到2毫子報2.53 繼續在日中高位附近 主宗移動方面就升到埋近3% 升4%報48.75 主宗聯通就要升6%報4.19 我們業界就預計 今年的汽車銷量表現 會較原先的估計好 部份的車股今天都做得挺好的 先看看吉里南 一度都升到超過7% 暫時高位去過25.75 同樣都是三個月的高位來的 見到吉里汽車最新 就升到超過4% 升1.15 暫時報25.15 以長氣方面都要見到超過一個月的高位 有傳考慮要收購 但沒有在巴西的工廠 估價都升到4% 升9.5 暫時報24.35 至於東風集團就用代價超過1億人民幣 和母公司去賣了一些資產 見到東風集團要跌超過2% 跌2毫指報7.07 比壓迪股份都要偏遠一點 跌4報231元 廣氣集團就要跌近1% 跌6先報6.94 之後看內需股 見到波斯登星期三會公佈業績 股價已經連升了三天 半天來說再創新高 暫時來說最多升到約9% 高位上去4.97 最新的升勢就收窄了些 要升到超過3% 做4.71 節目時間夠 多謝收看 大家好 歡迎收看志富錦朗 最近大市都是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其中一個強勢板塊就是體育用品股 今天我們請來招銀國際分析師Water 跟我們分析一下 體育用品股還能追不追得過 HelloWater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你好 今年至今看到體育用品股 升了相當之凌厲 當中特報今年至今已經升了兩倍多 安踏和里寧都是四五成的進漲 其實好幾隻都是新高為止配備 究竟有什麼因素推動著股價這麼厲害 其中一個最近大家說得比較多 就是接連有不同的體育盛市 都在今年會舉行 包括現在都已經搞的 就是歐國盃和美洲盃 他們都說到七月中就會完結 完了之後緊隨其後就有東京奧運 雖然去年因為疫情關係推遲了 終於可以在今年成事 不如先問Water 究竟這些體育盛市 是否真的可以幫助到體育用品的銷售 我們的憧憬是否真的比較實際 或者是實際上幫助到他們的業績 是好的 其實這麼多的體育盛市 都會令到大家的關注度提高了 但實際上對於整體體育品牌的銷售 都不一定是很明顯的 因為其實我們看回過去可能三次的奧運會 由2008年開始到現在 其實國內的體育品的銷售的平均增長 都是大概在20%左右 但其實除了2008年 是因為可能在中國大陸舉辦奧運之外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增長以外 其實2012年、2016年 其實那個表現都不算很突出 但其實對於海外品牌來說 他們反而會更加重視奧運 因為其實他們是一個全球性的項目 所以其實在宣傳上 他們會比較注重 但其實對於銷售 就不一定是有很大的幫助 是 途中我們就參考過去幾屆的奧運數字 就像Rotter所說 2008年因為北京奧運 可能對於國產品牌來說 當時的確似乎帶動到銷售表現 安達里寧升幅都去到五成流上 特報說是倍升 跑贏了這麼多年來的平均數字 但到2012和2016 似乎這個效應就見不到 來到今次2021年的預測數字 我見你們都是估 其實安達和里寧的增長 都可以去到三成以上 Rotter說這個不單單是看奧運年 或者與奧運年未必有關係 反而是看去年的低基數效應 是 沒錯 因為我們都不能夠獨立 撇開可能那年的銷售 就一定是關於奧運的 因為其實20年是因為有這個 疫情的影響 所以令到整體的銷售都比較疲弱 所以同比的話 2021年對比去年 肯定是會有更加好的增長速度 我想多問一點 Walter 例如安達里寧 現在預測是三成多的增長 特報是一成多 現在今年都差不多 走了半年時間 其實現在看到他們的情況 是否都應該有機會 達到你們的預測數字 是的 其實甚至乎比我們預期更好 因為現在一個季度 他們的平均增長可能在40到90不等 但其實我們本來預計 去到第二季的時候 其實因為基數提升 所以可能會有些放緩 但國產品牌其實反而是有加速的情況 所以其實這個都是好於我們預期 OK 剛剛你提到國產品牌 其實今年還有另一個趨化劑是什麼 就是三月的時候發生了新疆棉事件 也引致內地有些抵制海外品牌的情緒 變成了國產品牌就好像突然之間 有一段時間是很受到大家的注目 相關股份當時股價都急性 不如問Water 究竟事件發生到現在都已經是 由三月到現在都三個多月 究竟相關那個支持國產品牌的情緒 還是否那麼高漲 這個幫助你覺得可以維持多久 我們覺得其實現在的情況在第二季 都仍是非常強勁的 就是國產品牌的銷售增長 我們覺得都依然是可以持續一段時間 原因有很多的 首先就是講回其實國產品牌 它在過去的五到十年 其實都做了很多的投入 就是無論是供應鏈、設計、宣傳 接著是去到很多很貼地的一些推廣 其實它們都已經令到國內的消費者 其實是更加喜歡它們的 所以其實新加棉的事件是一個趨化劑 可能令到大家關注了國內品牌更加多 就發現其實它們的產品都不是那麼差的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幫助 海外的品牌其實我們大家的研究都看得到 就是可能五、六個月其實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復甦 所以這個情況如果繼續延續下去第三季度 其實我們一點都不會覺得奇怪 不同的國產品牌究竟受惠程度有什麼分別呢 你們就排了一個次序 就說你的零似乎是最吃香的 然後掃下去就特報安答 可否解釋到那個背後原因呢 有沒有什麼原因是令到譬如個別的品牌 可以在國產品牌當中去跑出呢 是的 因為李寧其實過去幾年 他們自己的提升是比較厲害的 首先當然李寧是一個很出名的國內運動員 第二就是其實它從18年開始做的一個中國李寧的系列 其實他們都很受歡迎 即是他們的潮牌熱度其實是非常之那麼高 所以大家如果是說喜歡國產品牌 其實第一個想到的可能就是他們 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奇怪 為何特報會排得前個少許安踏少許呢 其實原因都有一個原因在後面 其實在說過去幾個月 其實大家可能對於馬拉松的話 可能不穿那麼多的海外品牌 其實如果不穿海外品牌 第二個會是什麼呢 其實就會是特報 因為在馬拉松這個項目裡面 其實特報的跑鞋在國內是第一名的 所以就令到他們最近的銷售其實都是有很好的一個大動 好 即是說個別運動的鞋款他們做得好 變相就帶動到整體的銷售情況 就受惠程度里寧特報安踏 當然這幾間都是最近已經破了頂的一些股份 除了我們剛剛數了的一些因素之外 Water究竟向前看我們還有些什麼趨化劑 可以令到整版的投資氣氛維持下去呢 同一時間又需不需要留意一下有什麼風險因素呢 是的 除了我們剛才說到銷售增長還是保持快速之外 其實我們都看到他們的零售折扣都是有改善的 還有他們的產品的單價都是有繼續提升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的毛利率其實都是有一個很好的改善趨勢 還有他們業務上有很多都是一個批發的銷售來的 所以他們說未來的訂貨會的一些訂貨的增長 其實都是會有一個挺好的一個加速 所以這些都會令到未來的國產品牌的表現 其實都是繼續交到功課的 而風險的話其實我們覺得都是會有的 其實海外品牌都不應該會在意在意 其實他們自己都會有更加多的計劃 例如下半年趁著這些國際體育城市 可能會有更多的宣傳 還有其實他們都會有一些更加新的厲害的產品 可能會推出來 同時會不會帶動到更加多的銷售 還有就是如果他們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覺得銷售都是比較疲弱 但他們都要清理他們的庫存 那其實會不會他們有機會就是 可能折扣上做多一點 可能會令到行業的價格戰會多一點的機會 明白這一段享受的優勢會不會有機會逆轉 這個都要慎防 看看其他競爭對手的部署情況會如何 如果自己來說 當然都要看內地整個大環境的氣候情況 其實如果聽Water這樣說 吹發劑有些可能都會有機會反映到在業績上面 最近安踏就已經率先公佈了他們半年度的營起消息 估計盈利增長去到1.1倍以上 當中都是提到銷售OK 收益來說增長都有超過五成 也有提過毛利率有改善感化 大家都會想到一件事 就是因為當日安踏出完營起急升之後 其實那些行家都是升的 會否衷勁接下來的營起是陸續有例呢 首先我們不能代表公司去說是否營起 這是他們自己的一些判斷 我們只能夠根據我們的研究去作出一個分析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的預測 我們覺得特報的機會是會比較低一點的 即發一個營起的話 原因是因為其實他們的銷售佔比裡面 比較多是一些批發的銷售 所以其實我們看回他們去年的業績 是受到疫情的打擊相對少一些 而今年其實它上半年的零售銷售做得好 其實都未必在上半年的業績都反映到 可能要去到之後的業績才會反映 所以上半年他們那個同比的利潤增長 未必一定是很好 即未必一定是很誇張 但是對於理齡來說 我們覺得有機會就大一點 因為其實他們的席營的佔比比較多 電商的銷售也比較強勁 我們看到其實2Q 即第二季度其實他們都說了一個很好的增長 所以其實他們帶動整個公司的經營槓 都會令到利用的增幅會比較誇張 所以如果有營起的出現 我們都覺得不排除會有這個可能性 好 具體當然就要等公司自己去公佈 但我們提前就做了少少的預測 有哪些值得期待 Rotter就說 理齡機會都相對地是會大一點 不過不知道這件事究竟是否反映了股價上 還是怎樣 因為如果你看看這些用品股 都有一個通病 特別是頭那兩間 就是有個股值比較高一點的情況 如果看他們今年的預測市盈率 其實理齡是最貴的 去到六十幾倍 我安答你們的預測都說去到四十六倍以上 特報隨著股價上了那麼多之後 其實眨眼都去到三十八倍這個水平 這幾隻都是遠高於行業平溫的數字 還有如果看外圍的同行的話 其實內地體育用品品牌的股值 都是比外國的行家貴 那Rotter你覺得這個因素 會不會令到大家卻步呢 即是股值貴那樣東西會一直是 即是跟體育用品股共存 有機會令到大家投資的時候多了戒心呢 明白 是有少少 對比之前來講 風險會大一點 但我們都覺得還可以接受 那原因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新疆面的事件 是令到國產品牌持續表現好過海外品牌 所以其實在股值上 國產品牌提升 海外品牌下跌 其實是正常的 而未來究竟這個高估值我們可否接受呢 其實都是要看公司目前的基本面 就是我們見到在二季度 無論是里齡也好 特步也好 安踏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保持一個很好的增長和業績 所以其實如果這個情況繼續延遲的話 即繼續延續下去的話 其實我們覺得他們的股價 都會有繼續正面的一個反應 所以股值其實可能保持高位 都是絕對有這樣的可能 明白 只要增長配合到 其實這個並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途中的數字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知道Water你就給三間體育用品股 里齡安踏和特步 都是給一個買入的評級 不過因為這一圈真的衝得很快 你見里齡和特步 其實都已經超出了你們給的目標價 暫時還有水位就是highlight這個的安踏 目標價提到接近200元 好像說三間裡面 你們現在首選都還在安踏 是的 沒錯 我們覺得安踏的表現是會相對穩健一些 原因就是其實他們有很多品牌 還有我們覺得他未來的表現 亦都有更加大的提升空間 分別就是可能主品牌 他們過去幾年其實那個表現 都沒有其他兩個品牌 即是里齡和特步表現那麼好 但是其實未來他們會有 即是比較大的一個改革 在應該可能七月就會再公佈一些 更加多的細節 還有他們也都有伸出了一個高端的 國企系列的一個產品線 也都請了一個國內很出名的一個明星 就是黃一博 做他們的代言人 所以我們見到安踏主品牌的一個 改善的空間是在的 除了安踏主品牌 我們也看到FILA那邊的增長 依然是很誇張的 還有其他其他細品牌 可能是DESONTER 其實都是做到可能FILA 幾年前的一個爆發的增長 所以再加上AIMA 他們的持續改善 其實種種原因 他們的業績 都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間 明白 三間店最喜歡就是安踏 目標價是198元水平 當然其餘兩間都是給買入評級的 多謝Water和我們詳細分析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好 多謝